鏡頭回到臺灣 目前全臺灣都在三級警戒 中央呼籲民眾避免群聚 但還沒有解封 民眾的心似乎提早解了 週末假日在宜蘭各景點 跟知名的小吃店的生意都變好了 尤其在宜蘭縣的大溪漁港 這裡更湧入了許多 從外地來買海鮮的人潮 漁港處處都是有排隊的人籠的 而雖然宜蘭投城區的漁會 在現場人流管制 總量是控制在一百個人以內 但還是不免讓人感到猶新 大批人潮擠在一起逛 於是好怕再多就變成沙丁漁了 宜蘭大溪漁港假日湧入 大批遊客放眼望去都在排隊 疫情期間民眾似乎真的關不住了 這麼多人在一起 我們會怕公的地 因為宜蘭已經做得不錯了 會不會覺得說 過來會擔心會有情緒的 還好啦 還好 手提這一代代 剛從漁港買來的戰利品 民眾還特地從外縣市來 而面對人潮 漁會人員也不敢大意 就是我們總量管制大概一百人 一百人一樣 如果滿的話 要出去幾個才能出去幾個 而不只大溪漁港出現人潮 宜蘭縣各景點 也有遊客出來透透氣 三級警戒從五月延到七月 民眾忍不住出來走走 攤商生意也變好了 遊客變多生意變好 但攤商也怕遊客太多 讓疫情又傳開 宜蘭縣雖然維持零確診 但外縣市確診足跡 遍及宜蘭各景點 提醒民眾 雖然關在家裡很悶 但最好還是不要掉以輕心 火熱新聞 張成輝紅心與黃冠傑 宜蘭報導